今天我们开始做一道最简单的yakiso吧 然后开始从切这个精葱开始 这个精葱的味道是相当浓郁的 然后把这个葱放到这个小碟里头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开始打鸡蛋 鸡蛋呢如果要是用土鸡蛋是最好的 它那个鸡蛋的香气也可以完整的发挥出来 把这鸡蛋打匀 把蛋清跟蛋黄整个都打在一起 这个时候稍微放一点点盐 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鸡蛋提味的作用 下面我们开始准备热锅 放一点这个食用油 然后把整个的油挂在整个锅内的内壁上 油温差不多五六成热就可以 把鸡蛋放进去 这是我们今天用的材料 yakiso吧 在很多超市里面都有的卖 这个是最便宜的一种 下面我们开始炒鸡蛋 倒入鸡蛋后 马上我们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可以看出来这种鸡蛋是金黄色的 而且这样的话不停的搅拌可以避免鸡蛋过老 我们开始把鸡蛋放到碗中 待用 好 我们再放一点油 下面我们把准备好的这个干虾皮放进油当中爆香 再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这个精葱放进去 因为这个虾皮的香气很葱 混合在一起 才能够完美的发挥出来 下面我们开始准备把这个虾仁的这个虾馅给它挑出来 这样的话吃到口感里面会更好一些 好 现在已经看出来滋滋的冒响 这个虾皮跟葱油的香气已经冒出来了 好 我们现在准备把虾仁放入到热油当中 煸炒一下 可以再淋一点油 用油的高温把虾仁基本上煸熟 然后我们把虾仁盛出来 待用 因为虾仁不能长时间的烹制 这样的话容易口感变老 这是我们就用剩下的这个底油 然后把面放到锅中 放入锅中以后 然后用筷子把这个面搅散 放入这个面之前呢 可以用手把这个面稍微的揉搓一下 这样的话它在锅中可能会更容易搅散一些 然后在锅中淋入一点料理酒 这样的话有酒一些的香气 还有给面增加一些湿度 现在可以看出来 这个面已经非常容易搅散了 用我们筷子 然后把面整个的完全的让它受热均匀 好 下面我们开始把料包放进去 一般它这个料包 可能是由酱油粉来组成的 如果要是放两人份的这个料包的话 我个人感觉这个口感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咸 所以我这回准备放的是 一包跟三分之二 这样的量 留下一点点 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再加 用酱油粉的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个面的这个颜色 让它调味的特别的均匀 不像酱油那种液体的酱料 容易把这个面跟锅整个粘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们把虾仁放进去 一块煸炒 让虾仁的这个香气跟面混合在一起 好 我们下面放 精葱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让葱的香气也跟面放在一起 好 我们最后再把鸡蛋放进去 然后再翻炒一下 好 关火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炒面就已经完成了 色泽金黄 有鸡蛋的香气 还有那个 香葱的香气 下面我们准备 黄瓜丝 黄瓜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丝 好 这是我们的成品 一份香喷喷的 雅基索吧 已经做好了